大家好 这里是GF科技视角 今天要聊的话题呢 不是SORA 是 施应赴美上市过程中间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就是如何定义中国公司 我们知道前两期我在讲到施应的时候呢 专门讲到施应面对这个中国监管部门的监管 以及美国的包括参众两院对于施应这种安全性的这个concern过程中间 那么就在评论区有人就会问 诶 施应为什么会被认定为中国公司 这个问题其实提的非常好 你看施应它的主要的市场 基本上就在北美 还有在欧洲 它根本不向国内用户进行销售 那么现在施应的总部也从这个中国搬到了新加坡 那么看起来跟中国进一步的脱离了关系 那么当然施应自己也是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全球的企业 而不是中国企业的这样一个形象 尽管它现在还有一部分供应链在中国 但是供应链在中国实际上不代表它就一定是属于中国公司 对吧 你像苹果90%的iPhone都是产自中国 主要的供应链供应链就是在中国 为什么苹果公司不会被认定是中国公司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边界摸清楚 那么摸清楚之后呢 未来对于更多的中国的互联邦企业成长起来之后 赴美或者赴港上市 那么它可能就会更加清楚 我如何提前规避这些风险 好 先说结论 目前有关中国公司认定的实际上标准是并不清晰的 最终由谁说了算 由监管部门 由中国的证监会说了算 他们来判定你到底属不属于中国公司 如果你属于中国公司 你在赴美上市赴港上市的过程中间 你就必须要向中国的证监会提交相关的这个备案材料 取得监管部门的批准之后 你才能够在海外上市 那么 尽管话语权 最终的裁决权是在中国的证监会手上 但是大家还是要按章程办事 对不对 你不能没有任何理由就认定我是中国公司 中国企业 你起码要有一些相对客观 相对清晰的标准 所以呢 这些标准呢 实际上是在过往的实践过程中间 是可以摸索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我就帮大家简单去整理汇总分析一下 当然这块实际上还牵涉到其他更复杂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你被认定是中国公司 那么美国的相关的监管部门 或者是美国的这个政府参众两院 对你可能也会另眼相看 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但是呢 其实这个回答的这个内容还是一样的 到底如何认定一个企业是不是中国公司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2023年3月31号 中国的这个监管部门正式生效了一个这个规定 叫做境外上市备案新规 那么这个境外上市备案新规呢 专门就规定了 哪些企业在赴境外上市过程中间 要经过什么样的备案 备案专门审查什么样的内容 最后整个流程走下来 拿到什么样的许可 才能够真正这个到境外上市 那么整个的这个备案过程呢 首先他要求的是新上市的企业 那么以前已经上市的赴美上市的 就所谓的存量企业 暂时不要求你立即备案 那么当时去年3月31号 这个备案新规发布的时候呢 是给了六个月的宽限期 就是2023年9月30号之前没有上市的 那么必须要从9月30号 这个之后申请上市的 就必须先要到证监会拿到这个备案许可 之后才可以这个赴海外上市 那么具体备案备什么呢 主要就是第一 这个网络和数据安全的审查 那么之前很多期我都讲过 中国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包括这个网络安全法 包括这个个人数据保护法等等 国安法对吧 几个大法 那么这个呢 是整个这个境外上市备案新规里头 要备案审查的第一块核心的内容 第二块内容是什么呢 所谓的行业监管的程序 你是哪个行业的 那么相应的行业 就会有相应的这个监管的细则 由行业主管部门和证监会一起配合 来进行审查 确认你到境外上市 第一 你是不会影响到国家安全的 那么第二呢 你是不会影响到中国相关的行业发展的 第三呢 你在这个过程中间 你可能会 他会给你这个 出一些相关的指导意见 告诉你这个哪些能做 哪些不能做 那么 在付境外上市的过程中间 需要遵循什么样的这个要求 或者准则 这个是有关行业监管方面的 此外呢 还有就是所谓境外投资方面 你在海外上市之后 募得了钱 那么你在境外投资 必须要遵循什么样的标准 那么还 当然还有一些更细一点 更进一步的 比如说你这个企业本身就是 这个国企 或者是国企参股的 那么你必须要遵循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些相关的规则 当然现在这个国企赴海外上市基本上已经很少了啊 因为这个整个的大的环境所导致的 但是总之 就是这几条相关的这个审查原则 你在备案审查过程中间都会牵涉到 那么整个审查流程呢 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我印象中间应该是四到六个月 但实际上这个流程目前走下来很多都是这个大大超过这个时间 甚至说可能拖的还比较长 那么从这个媒体报道的信息来看呢 就监管部门在接到这些相关的这个备案申请的过程中间呢 他往往先拖一拖你先看看情况 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批 好 这是目前首先从这个监管部门已经公布的这个备案新规相关的内容 去说明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具体管理的核心原则呢 是实质重于形势 就真正他要管的 不光是你形势上你这个企业 你的收入来源 你的资产在哪里 你的相关的高管 这个国籍等等之外 他可能更多的是看你这个企业的实质 是不是跟中国有非常紧密的关系的 所以他的这个自由量财权是很大的 那么他实际管的呢 就是两类的 一类是直接上市 一类是间接上市 那么直接上市就很很简单了 就所谓的H股上市 你这个呃 中国的企业或者说在注册在香港的企业 最终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那么间接上市呢 就是所谓的红筹上市 那么或者说我们最大家最熟知的 就所谓的VIE架构 这个呃 可变利益实体的架构 你在呃 香港上市 或者是在这个 美国上市 所以不管你是直接上市也好 间接上市也好 只要他认定你是 sorry 中国的企业只要认定你是在海外上市 你就必须要走这个 这个申请备案的这个流程 才能真正上市 如果你不申请 或者说 你忽略掉监管部门给你的警告 你就直接印上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滴滴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滴滴在忽略了监管部门相关的这个备案申请 批复完成之后才能上市的警告 贸然上市 之后很快收到天价罚单 后面最后又被迫退市啊 这整个故事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 我就不赘述了 所以先讲清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就是到底什么样的企业会被认为是中国企业呢 首先 看你的一半以上的收入是来自于中国市场 那毫无疑问会被认为是中国企业 那么有些企业呢 它可能是比如说制造业类型的 它是可以把你的这个收入呀 或者是利润呢 它可以呃 在境内境外两个实体之间做一些balance 做做一些这个 尤其是利润这块 它可能会做一些调配 做起来好像利润主要是来自于海外 那么少部分利润来自于国内的这个制造环节 没用的 它一方面看你的利润 另一方面还看你的收入 所以不管是利润也好 收入也好 只要过半 在中国境内 它就会认为你是中国的企业 那么除此以外呢 就是资产 如果你绝大部分资产在中国境内 同样会被认为是中国企业 不论你的总部在哪里 你假不假式的吧 总部从北京搬到新加坡 或者是从潘于搬到新加坡 没有用 它同样可以根据你的资产 根据你的利润 根据你的这个收入来判定 你是不是中国的企业 那么就有人问了 像sheen这样的 对吧 我的这个假设我都搬出去了 我只是留一部分人员在中国境内 那么我的和我的供应链在中国境内 我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被认定是中国企业呢 可能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条就是高管 如果你高管是出生在中国 或者说你高管是长期居留在中国境内的话 他一样有很大可能性会被认为是中国企业 所以呢 这就意味着他决定你是否是中国企业 他有很多很多个不同的标准 哪一个标准碰上了 他都有可能会被认定是中国企业 你很难去躲过去 所以呢 这个裁定权在证监会 由证监会最终判断 你是不是这个中国企业 那么说回到十应 十应呢 现在是2023年年底向SEC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IPO的申请 当然是秘密提交的 那么 十应最终有没有向这个中国的证监会提交这个备案申请呢 答案是提交了 那么按道理来说 十应这种情况 假设哈 这个十应的老板徐仰天 我只是假设 我知道他现在报道是已经拿到了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了 假设他摇身一变 变为这个新加坡公民 那么是不是他就可以被认定不是中国企业呢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估计很难 因为十应他整个成长的历史都是在中国起来的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想全面的去洗掉中国的印记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 你也不要把证监会当傻子 没有那么好骗 所以呢 十应最终考虑再三 还是向中国的证监会提交了申请 当然申请批股肯定没有下来 没有那么快 但是这个我们看吧 到看看十应能不能成功的在这个美国上市 我个人觉得风险还是蛮大的 现在是这个中美男女双打 中国也不想让他在美国上市 美国也不想让他在美国上市 就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了 他觉得十应就是一个中国的企业 你在这个挣美国人的钱 然后还跑到美国资本市场来 这个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 你这个是有有问题的 当然是不是有问题 我不做结论 大家根据我以往的这个节目提供的信息 大家自己来判断 我只是告诉你 目前十应去美国上市 实际上在中国和在美国方面都有非常大的反对的声音 那么假设十应真的是全部都搬到新加坡去了 就只是在中国留一堆这个中层跟基层的人员 而且在国外 比如说在巴西或者在土耳其 已经构建了自己的一定的供应链的能力 他甚至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个极端情况下 可以抛弃在中国的供应链依托于土耳其或者是巴西的生产能力 支撑他的很大一部分需求 那么十应是不是就可以悍然不向中国证监会 这个提交备案申请 或者说不理会这个备案申请的要求 直接就在美国上市呢 十应可能有这个胆子 但是帮他上市的这些投行 律师行估计也没有这个胆子 为什么呢 因为十应上市是一次性的 你上完之后 你的创始人 你可能就真的就变成新加坡公民了 假设你不希望跟中国大陆有更紧密的联系了 但是这些投行 这些律师行还是要在中国做生意的 明白了吗 就是他们未来在中国还会有很多很多个case 那么如果你在这个case上 你配合适应 逃避了中国证监会的监管 那么以后你在中国市场再想拿生意的话 就有可能碰到很多障碍 那么这个障碍呢 就是由于你配合适应逃避监管所带来的 对吧 滴滴前面已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了 所以是不是中国公司不是你适应说了算 是证监会说说了算 证监会说你不是 你才不是 证监会放你一马 你才能走 所以很多投行也好 目前是处于一个模糊地带的时候呢 他宁愿去试一下去提交 我确认啊 我不会去这个捅楼子 然后我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走 那么不管是自己先内部审核一下 我的这个业务来源啊 我的资产状况啊 我的这个运营的平 整个运营的这个体系啊 包括我的数据啦 包括我的高管啦 可能都跟中国没有关系的情况下 或者说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的情况下 我可能还是会先问询一下证监会 是不是要在中国去进行备案登记 那么然后再决定要不要上市 当然了跟中国彻底半毛钱都没有的关系 的企业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但但凡跟中国有一定的联系的 尤其是创始人跟中国 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这样的公司 那么大家肯定还是以这个 尽量保险的方式来进行操作 对吧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目前一些企业 已经开始顾及到这些相关的内容了 比如说他会在高管层 他就可能把高管或者说绝大部分高管都换成 海外的公民 不是中国公民 当然也包括这个创始人 他自己敢转换国籍 由比如说中国公民换为新加坡公民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未来讲到另外一个题目 题目现在的这个全球CEO是新加坡人 那么未来他的高管很有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 或者说中国大陆的公民 入籍新加坡 成为他高管队列的一员 那么未来 题目 我认为他一定会拆分出来单独在 海外上市 因为他核心的业务就是在海外 他的整个管理团队也都是在海外 他不会再在国内上市 而且他的上市过程也会和拼多多现在的这个母公司切开 变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 那么彻底摆脱和中国的这种原有的这种紧密的联系 那么应该说新加坡在这种case里头又有了更多的生意机会 他不光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全球总部 可以获得更多的这种这个运营的需求 而且他还会发现他自己的公民 可以有一堆的这种互联网领域的这种高管的职位 是可以去这个获得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在认定是否是中国企业过程中间 或者说这个中国企业在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间 这个新加坡获得的一些意外之材 所以最终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些 我们只能去揣摩去分析 去尽量的去把以前证监会认定是中国企业的这个标准 摸清楚 然后呢 如果你不想接受这样的这个备案申请的要求 那你就把这些事情尽量都做好 做漂亮 防止别人去抓你的这个小辫子 但如果说你有些东西你真的撇不干净 那你就老老实实到中国证监会去备案申请海外上市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相对保险的道路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方便的话就是留言转发点赞 拜拜 拜拜